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听尽万发 念佛共修 聆听尽了发音尽在生命电视台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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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放掌 我们现在跟各位来讲解 《大宝基金普明菩萨会》 普明菩萨会是在大宝基金的第43会 过去古代都称为古宝基金 古大宝基金 其实我们在谈的大宝基金 都是以普明菩萨会为主 那后来因为在唐朝五折天时代 漫漫里在由菩提流至三藏法师的一个 他的带领之下 然后开始再重新把过去没有翻好的 翻得不完整的 或者也翻得比较好的 再重新做整理 然后成为大宝基金 总共有49会 这49会每一会都是各自独立的一部经典 其实就是有49部经 那古代称古宝基金就是在讲普明菩萨会 普明菩萨会 里面所谈的都是在谈大乘菩萨道 那我们各位应该也都会感受到 师父蛮极力的在推广大乘法 我常常被问到请问法师修合法门 我都会很直接了当的说我都在推广大乘法义 那给我所得到的回应回想 很多人都茫然不知 什么是大乘法 怎么修 什么是大乘法 那怎么用功怎么修行 现在我们在汉传佛教 或者我们所称的北传佛教 我们都自称是大乘佛法 大乘佛教 但对大乘法的修行是否掌握得住 很清楚不颠倒 还是只是表法上的做作法会 对拜拜参 拜拜参 颂颂经 念念佛 是否就是所谓的大乘法呢 他当然是大乘法 但是你有没有把大乘法的精神给融入进去 那才是重点 我们最担心的 是表法上都说大乘法 可是内心所作所行 都跟大乘法相违背 为什么叫相违背 没有把大乘法的精神给融入进来 所谓的菩提愿 大悲心空正见 它是大乘法的宗旨 主旨 所谓的以大悲为上手 以无所求为方便 所谓的以大悲心为上手 以无所求为方便 以菩提心供养三世诸佛 这都是在华言经所出现的经典 佛所说的话 我以菩提心供养三世诸佛 以大悲心为上手 以无所求为方便 那这位仙人他绝对不是在文字上的一个表现而已 他是一个修行的真实功夫 以菩提心供养三世诸佛 就是三世诸佛之所以能成佛 离不开菩提心 离开了菩提心 无成佛可言 以大悲为上手 就是我们凡碰到所有的境界 只要是跟大悲心抵触的 我们要以大悲为最为根本重要 不能毁坏了我们的悲心 那大悲心的最主要前提就是 你不要去厌恶一切众生 不要厌恶一切凡夫 更不要去厌恶你所有的境界 这大悲为上手 难道以无所求为方便 我们肯定会做所有的修行功课 包括布施慈戒 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修一切善法皆以无所求 若以有所求为修行之理念 那你的所有的有所求 都不能成为大乘法 都不能成为大乘法 有所求就不能为差大乘法 为什么 有相就有生灭 有相有生灭 就没有办法达到真如本性的智慧 我们要有生灭 你种什么因将得什么果 那我们上一堂课谈到菩萨退世智慧 我们再把前面所谈的再稍微待一下 普明菩萨会第四十三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王舍城 岂舍绝山中 与大比丘中 有八千人聚 有菩萨摩沙万六千人 都成就了不退转 就是阿比八字 就是不退转的 与会当中有比丘八千人 有菩萨万六千人 都成就了不退转 不退转不动地 八地以上就是圣者菩萨 我们现在修行 有时候反反复复 进进退退的 要达到阿比八字 阿为悦字 就是阿比八字 不退转 还真的要再多努力 那什么叫不退转 信心具足 所以为什么要跟各位谈大乘其心论 你有大乘信心 你就不怕 你何惧之有 你就不会认为说行菩萨道要成佛这么艰难 这么艰苦 不会 你会非常了解的 行菩萨道不但不艰苦 不但不困难 反而是离一切苦得救进入的唯一道路 你很了解的 从这个方向去操作 有菩萨成就了阿比八字 从诸佛土而来 从其他世界 从诸佛土而来集会 不是只有我们苏佛世界的菩萨 他方世界诸大菩萨皆集会一处 皆惜一生 当成无上正真大道 而且都是未来要成佛的 而是世尊来告大家设尊者 说菩萨有事法退是智慧 那这一部经 有它很独特的地方 它没有一开始 在跟你谈那么多佛 在说什么放光线略种种的现象 没有一开始就怎么样 所谓的单刀直入 直接了当地告诉你 菩萨退是智慧的哪是种 一般我们在读诵经典都会 前面这个序分会谈了很多 一时我们佛在这个 灵鸠山与菩萨众 然后什么样事情 怎么遍谈又间情法之类的 在普名菩萨会 直接清除 因为都是大菩萨来了 菩萨退是智慧 他谈的退是智慧的事法就是因 你假如有造这些因 你肯定会退是智慧 有因到果 有事法会退是智慧 何谈为为事 有哪是法呢 第一不尊重法 不敬法师 这个法谈的就是真理 谈的是成佛之道 你不尊重法 你对这个真理 一点都不在乎 而且不恭敬法师 这个法师是怎样 学习真理的人 而能学习真理的人 又能够以真理教化众生的人 我们就称为法师 学习真理 教化真理者 你不但不尊重 而且还不恭敬法师 这就种下退是智慧的第一因 第二 所谓的所受身法 密不说尽 这个身法就圣身法义 也就是你懂得如何行菩萨道 你懂得教理行正直观双运 但你却密而不说 或者说而不尽 这从我们生活上 什么叫身法 你会的 人家有求于你 你也会 你却不肯教 你不配当菩萨 或者人家有求于你 请你为他说法 你教慢不说 一副很傲慢的样子 你以后肯定会退是智慧 因为你先种下退是智慧的因 所以 当你学会了很多的功夫 有人请教于你 有求于你 你要很乐意的为他说 因为我们是菩萨 不要去跟人家谈什么条件不条件的 你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我才为你说法 我也常碰到有人问我说 师父请问出家需要什么条件 我从以前到现在 在我一直以来就是唯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道心坚固 道心坚固 可是多少人能够道心坚固不退转的 大概刷掉一半了 一开始我跟他讲 什么条件 道心坚固 他说这个简单 一入门就开始怎么样 道心就开始被腐化了 是谁给他腐化的 自己的知见态度行为认知 然后就退了 那其实我们身为一个菩萨行者 你学会了很多功夫 你也不需要傲慢 你也不需要去嫉妒人家 怎么那么会 不需要去嫉妒他 你反而要去尊重 然后要愿意为他请法 那这里他谈到了 你会了解圣生法 但却密而不说尽 那代表你的心量不够宽寡 你将来肯定会跟众生计较 你肯定会退是智慧 这个就是因 从我们生活的小细节 穿衣吃饭都是智慧 环境的维护是不是智慧 这些都是平常生活上所要面对的 但他却是展开智慧 升起智慧的力量 有些人我们有看 那个人就这样 我不想理他 我不想管他 有时候我们想跟他讲 又怕人家嫌我们啰嗦 在哪里 到底怎么哪里 普明菩萨会都会教 但我们先要了解到 第一个 你先不要 中效退是智慧的因 我会 有人教 有人问我就教 因缘具足 我就说 但你千万不要怎么样 了解圣生法 但密而不说近 要看薄 就是有类似给人家 刁难的意思 我有教了 可是怎么样 就不说清楚 不说清楚 人家一问他 你怎么不说清楚 你又没有问 所以人就是麻烦在这里 我说有时候 我常常在想 有时候很多人问我们 我们又很乐意 讲得很清楚 他说 你太害羞了 这就是众生 三界轮回的苦 所以我们因为要离这个苦 所以要休息 好 再来 第三 有乐法者 惟作流难 有人很耗耀佛法 你却要刁难他 障碍他 不为他说 留下一些难缘给他 障碍他 第四 说诸因缘 然后举坏其心 娇慢至高 卑下他 有人想学法 然后怎么样 破坏他的学法因缘 然后娇慢至高 卑下他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瞧不起别人 当你瞧不起别人的时候 基本上你已经瞧不起自己 因为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性 你何故瞧不起别人 众生皆能成佛 理尽诸佛的第一功夫 你就忘失了 这要不得 所以仲效这四个条件 皆成为退失智慧的因 将来会得到退失智慧的果 接着我们来看 他说 仲舍 是为菩萨 是法退失智慧 前面谈的这四种条件 是会让我们退失智慧 他会这样 弓台弓台就对了 你会弓台弓台 绝对有弓台弓台的因 这有今天你的歌 你若别这样弓台弓台 你就去从这几个方法去想 你现在很余智 是不是你在生活上 常常会犯到这些过失 不尊重法 不敬法师 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 听法听不敬 学法学不来 或者怎么样 有圣生法 不为他人说尽 密合不说尽 或者有人要求法 你障碍他修行 障碍他修道 将来都会有因果报应 那第四种就 叫慢至高卑下他人 瞧不起别人 那这些生活现象 其实都是在生活里面 每天怎么样 重复的重复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 都是每天重复的 有些人就每天起参心 每天起称心 每天起于私心 那就每天在那边 重复的那些轮回 在那边每天在那边 想啊想啊想啊 到最后都怎么样 自己都很苦恼 最后就退失智慧 你什么都没办法接受 你什么都听不进去 那智慧肯定离你越来越远 所以一开始 世尊就跟大家设尊者说 退失智慧的四种原因 就是电影我们 千万不要去碰到 这四个原因 你碰到这四种条件 你肯定退失智慧 好 接着呢 复制加设 接着呢 世尊又跟加设尊者说 复制加设 菩萨有释法得大智慧 好 接着开始教我们 有释法能得大智慧 这释法 哪释法呢 第一 常尊重法 恭敬法师 常尊重法 这个常就是不间断的意思 你对我们每一位众生具足 如来智慧 德性的这个法 真理 你从来不敢怠慢疏忽 尊重 所以你在尊重法的时候 你自然会尊重法师 恭敬法师 恭敬学法者 恭敬鸿法者 所以法师有两种 第一个学法 他正在学习 你不要去怎么样 障碍他 那正在学习法 所以我们要常尊重法 要持常恭敬法 所以你本身不断的在学法 你本身也要不断的以法红忍 所以我们常跟各位谈的一句话 就是做中学学中做 不是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到某一个程度了 我才能够做什么事 我们每一个职务都是从不会 开始学到会的 没有一个职务是会了再来做 都是从不会开始学 那我不会我怎么做 就是恭敬尊重 肯定你身边会有人 懂得这些修行法门的 懂得操作者 你就去向他学习 常尊重法 常尊重法的时候 你就已经破五我像了 比如说这个人 我明明长得就不是 他长得就很耐看 很耐看听到 他说要看很久的才会习惯 很耐看听到吗 就是长得并不是很好看的意思 但是你要看很久的才会习惯 可是他懂得 他懂得的这个功夫很多 我非得向他学习 那你会不会心里先 落下了一个影子说 还生得这么耐看 要叫他学习惯 我没有我也有 我无法官病比较正 那个行这样 哎呦 要叫他学习惯 我学习惯了 没有我也找一个 较厌 较厌 那就是有点佛法 较慢吗 较难看 那就是有点 较厌吗 你心里先取向了 那你根本就先开始不恭敬了 这老末末的较 较厌 越厌越厌 所以你从恭敬法当中 你就是破我像了 我在他身上发现他 他有众多的功夫 我要向他学习 所以不管他长相如何 不管他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 还是他长得很耐看 都没关系 我恭敬求法 法自然入心 甚至在历史上 在佛教的公案里面 有很多老和尚 很多的大修行者 他都视线的那种样子 就是让你很讨厌 有的人不学神苦的 这样个神苦凑脑脑的 有的人视线得 整天就疯疯癫癫的 你看起来就觉得 这个人稍微收心 结果他满肚子的功夫 你愿不愿意接近 如果我们从假相上看 这相比较有受心 当然我不是要鼓励大家通通都不洗澡 去学他疯疯癫癫的 那绝对不是 人家是菩萨来的 那我们要学法者 你就不能着这个相 我会很功劲地去跟他求 跟他学 善才童子五十三三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所以善才童子何故能有大智慧成佛 将来成佛 隆女能成佛 第一个 常恭敬法 尊重法师 尊师重道是修行的第一功夫 你连尊师重道 你都没有办法挑得好 你都没有办法调柔之谨 法又能如何入心 所以第一个 调柔 你就有智慧 调柔 在大乘始法经里面也谈到 要成就正性的第一 就是要不惨取不惨取心 要能够调和形 柔和形 那菩萨菩萨会教我们得到智慧的第一个 常恭敬法 常尊重法 恭敬法师 这最根本最根本的功夫 今天让你的师长让你的三姿势一天到晚跟你 啰哩啰嗦的 唠哩唠叨的 你会不会厌倦 你起你起厌倦法就离你而去 就像父母亲绝对会一天到晚 看孩子哪里做不好 你导证了他就不会给你写写的 你就是因为没有导证他才会写写的 你又不要让人家念你 可是你又不愿意改变 智慧肯定离你越远 所以第一个功夫 常尊重法 恭敬法师 第二 谁所闻法 以清净心 广为人说 你懂的 你所听过的 你了解的法 你以清净心 什么叫清净心 不计较 平等 就是平等心 清净心 很欢喜的为他人教 像我们现阶段很多的技术性的功夫 比如说露营 摄影 直播 电脑 很多属于我们现在生活上技术性的 有些人比较专长 有些人比较不专长 那你专长者若有人有求于你 他也想要学 你能否愿意热意地教导他 从我们学习佛法上 有些人对佛法的名相比较不懂的 那你比较清楚的 你能否很欢喜清净地教导他 你愿意地教导他就得到智慧 很多的福报 扶持者就是这样来的 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 有位长老 他年纪大了 身体有点不舒服 有次外出他带个逝者 逝者出门的时候 那当然就会进进出出 那他就去向一位他的这个护法 去跟他讲开示 讲完开示的时候准备要离开 这个长老要离开 这个逝者就去拿长老的鞋子来给他穿 看起来都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这位护法都看在眼里 拿鞋子给他穿 那长老因为身体体力不好 要玩笑要穿鞋子是不容易的 这位逝者就马上蹲下来 帮长老把鞋子穿好 把他把鞋子穿好 其实年纪大动作不俐落的时候 对他来讲穿鞋子是很辛苦的 各位别人也穿个鞋子 我们现在年轻穿鞋子很紧 对老年人 连弯个腰都很累很痛的时候 要再穿个鞋子是很吃力的 这个逝者马上蹲下来 让长老手扶着他的肩膀 他蹲下来帮长老把鞋子穿好 穿好 穿好起来 然后再牵着长老的手 这样慢慢的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护法看在眼里 佛教界既然还有这么孝顺的孩子 我一定要护持 从此之后他对佛教大力的护持 出急出烂 那几百万几千万的在护持了 就只因看到这一幕 让他感动 在社会上几乎很少看到这一个景象 既然在佛教界看到 逝者为长老这样的真诚流露出的真心 你自然就度到他了 你别以为你弯下要帮长老穿个鞋子 你也该没名字吗 不会 就度了一个真诚的佛弟子了 这真实的例子 从此以后那个寺庙要盖什么 道场要建设什么 他都第一时间就拨反护持 那不是演戏演出来的 那是真诚的 所以你的心有没有调柔 就看你当下那一念善心 那这里谈到呢 你用法 你闻法 你能否清静心广为人说 清静心广为人说 很欢喜的 你不要瞧不起别人 当然有些人的根气比较顿的 他跟你问的是上根气的法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教他 但你绝对不能不理他 所谓的不理他就是不踩他 不关心他的 不引导他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是让我们退失菩萨道的原因之一 你会对一个人不惨 你就会对第二个人不理 你就会对第三个人远离 你的道心就开始退了 我对一个人我不厌恶 我对第二个人我不讨厌 我对第三个人我很欢喜 你的菩萨之良就慢慢增上 修行就在这么点点滴滴在累积的 所以叫大宝基金 集聚重宝成就道业 所以第二成就智慧 能够欢喜的广为人说 用清净心广为人说 这是我们在普明菩萨会 世尊教的 第三 不求一切明文利样 自从多文生比智慧 我们不要追求明文利样 一切的明文利样 不是我们要追求的 我们知这些利样 都是从多文生智慧的 所以文法生智慧 你的修行地位越来越高 你的明文利样绝对是跟着而来的 那跟着而来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迷失了 我有多少护法 人家供养我多少 人家扶持了我多少 你不要得意忘形 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多文生智慧 所以文法生智慧 是要破我们的执着 就是法治 我把一切的明文利样 转为护持众生成就道业的质量 你的修行 比如说你今天当道的住持 你的职务越高 供养肯定越多 那你会把这些供养 为个人所用 还是为道场 为众生所用 就在这一念间 所以他谈到 不求一切的明文利样 我们知道 知就是非常清楚 知觉 觉知从多文生于智慧 再来就是 勤求不屑 如就投篮 文经诵词 乐如说法 好 刚刚这里谈到 勤求不屑 如就投篮 这是精进 不懈怠 如就投篮 不放异 如就投篮 很重要 我们不可能放着 让火再烧我们的头 如就投篮 头顶上火再烧了 你还任由它烧 你肯定会马上的 把它洗灭掉 所以他这里谈到 勤求不屑 如就投篮 文经诵词 烧如说行 不随言说 好 这里谈到底 我们文经诵词 听文 文所得 从文所得会到师所得 然后到修所得 叫文师修 从文经诵词 烧如说行 烧 就要 这也是谈要 就好要的意思 我读诵词 我读诵词 此事好要 如佛所说 我如是修行 我诵词 大圣经典 佛如是说 我当如是行 不违背的意思 不会诵经 诵的是一套 修行的是另一套 换句话说 我们本身说法者 你自己这样说法 你本身也会 随着说法而修行 所以如说修行 则更难 能如是说 亦能如是行 这是求得智慧的 所以他这里谈到了 文经诵词 要如说行 不随言说 所以他谈的这个 不随言说 是不随着世间的假象 而迷失 我们会从 文经诵词的经典 如说修行 但不会随顺世间而迷失 不会今天人家嫉妒你 你就因为怕人家嫉妒 所以我不做 你不会因为今天人家讨厌你 你就放弃 因为你清楚抉择力 这是深得智慧的四种条件 所以 这个得到大智慧的四个条件 综合而言 就是在破我执和破法执 常尊重法 恭敬法师 就破我执 那么你能够 文法修行 你就破法执 你会把你过去的执着 把你过去的妄想 把它打破放下超越 就是获得智慧的四种条件 这就是因 你先要种下 这个得到智慧的 这四种因 你才能够得到大智慧的果 你平常都不恭敬法 那我要跟各位说明的 什么叫恭敬法 常尊重法 你每天都要很恭敬的 宋词经论 深入经账 除了每天的早晚客送 宋诵经 你自己也要用功于法上 文师修 文法不是只有听长老 听师父开示才是文法 你本身在读宋经典 就是在文法 你自己在看经书 就是在文法 眼睛看到 你心 同时具足 眼道耳道心道 所以文法不是说 我只要每天听师父开示就好 反正师父有开示 这样就是文法了 这只是一部分 一小小部分 真正的文法是 一大部分的时间 都能够与法相应 一念间 一言行 都是与法相应 那才叫真正在文法 所以平常一定要多看书 那看书之后 要多为佛教 为众生去耕耘 其实我们人 一大部分时间 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睡觉上流失掉的 其实我很讨厌睡觉 但是又不能不睡觉 因为睡觉 把我的时间占掉太多了 但是不睡觉 身体又复活不了 所以就这样的 在折腾之下 拿捏得好 该休息 休息好之后 有时候 一睡醒就赶快做 应该做的事情 真的 人生 一天有些人都说 我一定 在菩萨界 有谈到 睡觉睡过头 是泛菩萨界的 我还听过 有人来跟我说 他要出家休息 但是 他医生特别交代 他要多休息 怎么多休息 他说 至少要休八个小时以上 医生说 最好能睡十二个小时 我说 你就来这睡就好 睡得开悟 听起来很合理 多休息 多休息不是 你躺在那里 就叫做多休息 是不起烦恼 市民真休息 你一天到晚 睡在那里 满脑子 这起来就是烦恼了 那真的在休息吗 你的心从来没有休息过 你抓着烦恼在跑 医生也跟我讲说 我昨天去看医生 医生说 师父 是累了 够睡 你够开两个 我就睡了 听懂意思了 我开几个就还老睡了 我们把休息只是认为 躺平什么事情都不做 就休息 真的吗 不起烦恼 市民真休息 当然睡眠的充足 体力的恢复 那是必然的 那是养生 是为了延续我们生命的一个力量 但是 在菩萨界里面谈到 睡眠不自量 睡眠不自量 就是不要准转 睡得到背 也要背到均筋 那个叫做 犯菩萨界 障碍智慧力 我很少看到一位用功读书的人 他会很着重睡眠的 下课先休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同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 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dm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南投地区新春起见 护国祈福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点灯供水现实供 招请及甘露诗实 祈愿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恭请战山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2月17日星期四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南投县普里镇天子宫 南投县普里镇中兴路23-10号 洽询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防疫可以很简单 只要从自己开始 出门前 记得佩戴口罩 注意身体状况 也别忘了随身携带酒精 或干洗手 前往店家或公共场所 主动做好各项防疫措施 登记时联制量体温消毒双手 健康校园我们一起守护 时常清洁环境 用餐前确实清洗双手 排队主动拉开距离 搭乘大众运输 请使用记名票卡 并避免饮食 下车后 也可以使用酒精 或干洗手 清洁双手 让防疫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养成防疫好习惯 就从我开始 我们出生在 五着恶事 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 人命就在呼吸之间 怎么样能够得到福德的庇佑呢 佛陀在《圣父经》中说呢 归一佛者得大吉利 作业心中不离念佛 归一法者得大吉利 作业心中不离念佛 归一生者得大吉利 作业心中不离念生 佛陀 佛陀告诉我们 出生为人 能够归一三宝 得到大吉祥 大利益 归一佛陀的人 白天夜晚 都不离开念佛 以我们很熟悉的净土法门来说 佛说阿弥陀经 阿弥陀佛是印度的唤语 我们中华的语言 欢作无量光火 无量寿火 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有无量光明 无量寿命的祝愿 所以大家在新春的时候 彼此见面 称念阿弥陀佛 互相祝福 是最吉祥 阿弥陀佛 有无量光明 无量寿命 所以我们祝愿大家 能够好好的念佛 归一法的人 得到大吉祥 大利益 白天夜晚 都不离开 意念佛陀正法 佛陀正法 教导我们众生 要修慈悲心 慈者娱乐 悲者拔苦 最慈悲的人 没有超出慈戒 慈戒的人 最慈悲 不破坏 不害命 不害命 又能够行放生的善业 这样的人最慈悲 最吉祥 不偷盗的人 又能够修行布施 财士法师无畏施 得到大吉祥大利益 不邪音的人 不破坏他人的家庭 又能够修清净的犯恨 得到大吉祥大利益 不忘语的人 他能够讲诚实的语言 说话真诚实在 得到吉祥利益 不饮酒的人 心不迷乱 来世 得到聪明智慧 不饮酒 我们能够好好的 守持 不杀 不道 不邪音 不忘语的戒法 得到大吉祥大利益 所谓意念如来正法 我们自然 能够好好的 持戒修行 今生得到平安吉祥 意念生的人 得到大吉祥大利益 百天夜晚 勿离开意念生前 生是如来传法人 传承如来正法的人 就是比丘生 比丘尼生 意念生前 如法的教诫 我们如梭修行 我们如梭修行 自然得到大吉祥大利益 所以我们 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不离开 归一三宝 真实的教诫 意念如来正法 如梭修行 使命我们身口意 三叶清静 慈悲一切众生 法尔得到吉祥平安 祝愿大家 新春吉祥 何家平安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来祖佛 祖佛 持灯火 尽惟若 尘尘如来 吉祥宁 好能灵 若等勇力 三双 阿弥陀佛 将为都来 尘尽佛 便宝您 牺牺牺牺牺牺 八井 Philip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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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